前冰 在哪儿啊 老板 我要买两个包子 好 稍等 那边 三尉 三尉 你家少主呢 少主在江边 让我买些吃的来 就她自己吗 不好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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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说是没有用的 你要自己想得开才可以 小二 你总算回来了 你还知道回来啊 少主 凌军啊 原来小二是跟你在一起啊 是啊 赵公 既然陛下姑娘已经安全回来了 我也该回全县了 凌军留步 此去全县遥远 不如明日一早再走不迟啊 没事 多谢了赵公的美意 不过公务缠身 凌军不敢怠慢 既然是为了公事 那赵某就不便挽留了 一路小心 留步 这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 家主 你就别再责怪少主了 少主究竟出了什么事 说呀 afora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不吝点赞 接下来 你 记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不吝点赞 就是 胡冰 疯独播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她曾写给我的事 留着还有何用 不如让一切都结束 肯肯清清 少主 这次多亏了屈公子 若不是她 才为恐怕再见不到少主了 少主 少主 求你再也不要出什么事情了 过去的赵陛下 已经死了 吃了 来 一杯 我们熟之俩 喝一杯 我们熟之俩 听起来 我们熟之俩 也算是 卫宗会记着你的 你放心 你的名字会列入景家的谱戏之中 那扯的 景家老小的 既然你已经入了景家的谱戏 他们自然就是景家的人 来 叔父 敬你一杯 写束缚 优优独播剧场 祝愿 总有一天 我要你死在我手上 大军 景大人 你跪在门外多时 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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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军治罪 晶下 幼儿 你不是背着金褲吗 那就把金条抽出来 打 走 你 跟起停手 疼吗 不不不疼 真的不疼 真真真的不疼 你到底救不疼 他 赵军饶命啊 他不疼 赵军饶命啊 他不疼 赵军饶命 赵军饶命啊 他不疼吗 赵军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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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 你犯了什么错 说来听听 管 管家属下 不疼 只是屈弦饶 陷 陷陷丧命 所以 你就带了他的人头来 你帮布谷惩治暴徒 你的功劳大得好 罪 罪臣不敢 罪臣不敢 此时本应该派臣厅里去查 布谷想给你一个 改过自新的机会 可是 你却如此糊弄布谷 你当真以为 布谷什么都不知道吗 罪臣 罪臣知罪 罪臣知罪 布谷本想把令隐之位 授予你景家 可是你却如此不争气 为了贪恋小财 生生把那些百姓逼成了恶鬼 不仅如此 布谷允准去援 减免利监 你却派你的下属 去暗杀去援 布谷就是扒了你的屁 你难解布谷心头之恨 罪 罪 罪臣 罪臣 罪臣该死 罪臣该死 你确实该死 拖下去 报 报报报报报 大军 罪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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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臣饶命 罪臣饶命啊 罪臣不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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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臣 罪臣不想死 罪臣不想死 罪臣大军 罪臣出国 我 我好娘娘 我好娘娘 罪臣 替罪臣求求 求求大军 罪臣 罪臣不想死 不想死 念在你景家 世代尽忠的份上 不顾饶你不死 不过 你要将半数家产 分与那些百姓 那些奴民 都是不古的子民 多多 多谢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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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多谢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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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老令义 何等英雄 竟有如此不孝子孙 这个努力 刘猕 不破 那也好过 屈井两家为此事争斗下去吧 否则的话 我楚国安有宁日 还有 景泊之罪 谁都不许说出去 唯 天助我也 全都不许说 既然送去的那个田姬 已经获得熊怀的宠信 大王还怕 把握不了楚国上下的动态 是 丞相送过去的这个美人 果然有些手段 不禁进了七国 骗得田辟江团团转 还那么快 就掳获了熊怀之心 熊怀向来喜好戏妖女 投其所好 这也不是什么难事 这个盈盈 太让寡人失望了 大王 当初如何忍心 将迎公主送往楚国 伟大秦 雄徒伟爷出力 本来就是他荣幸之之 可如今 别提他了 待秦国打败楚国 统一天下 盈公主 就能回到自己的家了吧 八子 毕竟你是厨人 你真的不介意 秦国跟楚国开战吗 毕竟既然入了秦宫 自踏入王宫大门那一刻起 就是秦国的人 放心吧 密八子 楚国始终是你的故国 待有朝一日 秦军攻破了楚王宫 那寡人 会看在你的面子上 留他一条权势 大王 丞相到 大王 大王 天赐良机 丞相 何时这么高兴 天机传来密报 楚国百姓正受官府恶霸欺压 屈景昭三家内斗不息 楚国已大乱 此乃 法楚绝佳事迹 国臣如此 屈景昭三家 均系楚国重臣 三家内斗 必举国动荡 我们趁此时机举兵进攻 一定让楚国措手不及 既然这上天 要助我大齐 本王一定不负所望 大王 天机来信了 承认 唯 好啊 好啊 丞相啊 天机果然是个佳人啊 他已经成功地勾引上了熊槐了 丞相 你这个计策好 天机在楚国有了消息 这确是好事情 不过 天机去了有一段日子了 到现在才送来信函 这动作是不是太慢了点 丞相 你又多虑了 只要让天机继续留在熊槐的身边 就能打探到更多的消息 那么楚国的一举一动 我们都会了如指掌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派兵 这个东西 一会儿 要好 给你两个人 帮助我 你不吵了 你不吵了 我来说 你不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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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吵了 你不吵了 那到底是干什么 大王 秦国虎狼之师 一直在谋划着吞并天下 他要攻打六国 那是迟早的事情 我们余下的六国 唯有连起手来 那才会抵抗秦国 然而楚国百年基业 玉连众国必须连楚国 是是 你说的这些 寡人都明白 可是这田姬 是我们齐国少有的美貌女子 你说就这么给了楚国 这 这寡人心里面 也不是个滋味 大王 行了 审相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以天下为重 对吧 寡人明白 哪 和你 哪 哪 哪 白琪 白琪啊 你曾經跟本王說過 你的名字是因為 吳琪所取的 是嗎 正是 那你知道吳琪 他為什麼 那麼受人敬重呢 吳琪一生 力士魯衛楚三國 在魯國當官時 擊退了齊人的入侵 後來在楚國 又助楚道王主持變法 楚國國力大增 後來才能聯合趙國 大敗魏國 你剛才說了 吳琪在 魯衛楚三國為官之事 可是 你為何不說 他在魏國為官之事 丞相 你說呢 在魏為官 屢破秦軍 進得秦國河西之地 設河西郡 吳琪還擔任了首任郡守 吳琪他這些事 你不可能不知道吧 你是知道的 因為你不敢說 因為吳琪 他曾經打敗過我們秦國 秦人恨他 寡人小時候也恨他 可如今 本王要感謝他 因為他打醒了我們秦國 讓我們知道 要想不認人欺負 我們的拳頭 必須比別人的更硬 如今 是鎮鳴的時代 鎮鳴 不是靠一張嘴 是要靠劍 小將知道了 還有 你如此崇敬武器 本王想讓你以武器之術 操練軍事 你能勝任嗎 大王 小將領命 好 本王就是要聽你這句話 小兒 小兒 也在房子裡悶著了 陪娘出去走一走吧 我不想去 小兒 小兒 沧雲的事情都已經過去這麼久了 你總是這樣悶悶不樂的 可苦呢 她的事情過去了 最高興的 應該是你們吧 小兒 還在欺爹娘 讓你嫁給屈原的事 行了 屈原現在惹上了麻煩 你們的婚事 恐怕也得壓一壓 什麼麻煩 聽你爹的意思是 他得罪了景家 這次恐怕要吃不了兜子走了 所以你們的婚事 也只能走一步 看一步了 你怎麼了 今日 是 景破因為元兒所參之事 被大軍打了一頓 那可如何是好 景破這個人 可不是個擅長 我擔心他會對元兒 做出什麼不利的事情來 是啊 君子 那你趕緊想想辦法吧 如果 在景破 沒挨這段打之前 事情還有所轉機 可現在 我那天教育元兒 讓他不要魯莽 你倒好 還護著他 那你現在 就眼睁睁看著自己的兒子 成了別人的靶子啊 要不 你親自去景府一趟 向景破賠個罪吧 堂堂一個大司馬 向罪臣賠罪 那 那怎麼辦呢 眼下 應該儘快地完成 兩家的婚事 讓曲昭兩家的勢力聯合起來 我想到那個時候 景破縱然有再大的本事 也不敢把元兒怎麼樣 驅到四盟 這是何意啊 啊 昭兄 曲某今日登門 是特地來商定 兩個孩子的吉日 曲家和昭家 都是楚國的王族大貨 因親之事乃是大事 可不能草率啊 啊 我和內子已經看過了 下個月的初三 是良辰吉日 不如就 下月初三 下月初三會不會 太倉促了些 這個請你放心吧 曲家一切都準備好了 都交給內子就是了 這 只是小女最近偶然風寒 怕是要多寫時日 養好身子才行啊 是是是 小女最近 連門都不敢出啊 這個倒是有些倉促了 不過曲兄不必著急 待小女身子好些 我定當登門拜訪 到時你我再挑個吉日 給孩子們辦事如何 如此說來 曲某 只有告辭了 曲兄慢走 昭兄 咱們擇日在意 曲兄不送 不 少主 少主 天大的好消息 什麼好消息 曲大司馬來談 你和曲公子的婚事 想下月初三 給你和曲公子行大禮 結果你猜怎麼著 怎樣 家主和主母找個借口 給推遲了 知道了 少主 你不是一直 不希望嫁給曲公子嗎 你懂什麼 少主 你不會是 已經喜歡上曲公子了吧 胡說 我說過 絕對不會嫁給他 少主 此一時彼一時啊 要不是曲公子 恐怕你啊 還生那個蒼雲的蒙蔽呢 不許再提這個人 唯 哎呀 陛霞小姐生病了 嗯 竟有這麼不湊巧的事 哎呀還不明白 這只不過是 昭和的託辭罷了 這門親事 當初可是他們自己提出來的 今日不同往日啊 當初昭家想和曲家聯姻 是想借助和曲家的聯姻 拖他一把 可如今呢 原兒得罪了警坡 他又怕 沾上什麼麻煩 哎呀 如果呢 不能和招家聯姻 單憑我們曲家一門 想對付警坡 怕沒那麼容易啊 當初這門婚事 可是上大夫保的眉 那要退親 也得看著上大夫的面子 要不 我們再請他出來說說話 無論如何 就算搭上我這張老臉 拼上我這條老命 也不能讓警坡 傷到我們原兒 林俊哥哥 林俊哥哥來了 來呀 宜兒 給 這是什麼秘啊 林俊 莫愁 林俊哥哥 你今天不一樣哦 謝謝宜 你這是 莫述 那個 其實今天我來是 哦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来娶我姐姐的吧 茂叔 我 爹 爹 茂叔 爹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茂叔 全到底做错什么了 我是不会让莫秋嫁给你的 你给我走 爹 茂叔 我跟莫秋是两情相悦 一起经历过生死 患难与共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啊 是啊 爹 我跟屈原 是真心想要在一起的 什么真心哪 一个女孩子家 说说这种不知羞耻的话 带上乙儿回屋去 走 我不进去 爹 回去 快回去 茂叔 回去啊 你不能这样做 你连爹的话都不听了吗 回去啊 爹 爹 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不走 走啊 姐姐 进去吧 姐姐 进去吧 姐姐 进去吧 你放心 我一定会善待莫愁 绝对不会让他吃苦的 你口口声声 你喜欢他 你们家根本就不要他 你同意 你家能同意吗 你能做得了自己的主吗 上一次只是意外 我保证 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我这辈子 绝对会拼死保护好莫愁的 我不是让你们谁为谁拼死 只要莫愁不和你在一起 自然他就没什么事 难道 你愿意抛弃你的家人 身份地位 和莫愁在一起 是为知己者死 女为月吉正容物 这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事情 与他人无关 跟孙皇 我一定会让身边的人 都来接纳莫愁的 我的莫愁 我可以一直留在全县 你让你屈驾 接纳了莫愁 你再来找我 走 走 莫叔 走 莫叔 走 莫叔 走啊 走 快走 莫叔 姐姐 走啊 莫叔 再也不要来了 走 莫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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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莫叔 不许去 爹 不许去 莫叔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真是想不通 莫叔 你要是和那个屈员在一起 除非你不认我这个爹 莫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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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回来 莫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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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是请您收下 下官这点心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方要是不愿意 如何勉强得了呢 尚大夫 您的面子这招家不会不给 还有 他招家并没有直接提出要退婚的意思 还是想请您促成再推一把力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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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